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就想想习 习对母亲的孝敬 你几乎到了一种 你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都不会过了 签一下第一大孝子可以说 那温家宝呢 温家宝能把自己所有贪污的钱 放在90多岁老母的名下 温家宝说过一句话 如果是齐心给习说的事情 习几乎是永远不会打个儿 你要给齐心说一句话 说齐心给他儿子说 这个人瑞秀去当 是当总书记去吧 他说齐心说那可能不行 当副总书记是可以的 习不然说今天风雨之中 给他弄了一百个亿 习说一百个亿太少了 给他弄一千个亿 他已经是这结局 李克强呢 魏健行呢 贾清林呢 胡锦涛呢 各个都是笑大孝子 对待母亲的孝敬 都是无法形容的 你看我认识的人 向军波 张绍春 凤凰的 卫视的 刘长乐 王继言 财政部的前几位 金人庆 还有安全部长老董 还有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公安部几个部长 一起一带吃饭 那一天啊 所以两三个老娘式生日 我才所有人举起 给这个老娘敬杯 那老娘敬杯 那个敬杯 对老娘的尊敬啊 对母亲的尊敬 那几乎是 大家之间建立 互相信用的工具 对母亲的尊敬